新年要有新气象 三支区公所是精心策划了一个快闪节目 在民众面前展现公所同仁的亲民与活力 区长也参与了快闪 应景地扮演财神爷 让现场恰功的民众好惊喜 为了迎接新春型气象 三支区公所精心策划了一个快闪节目 搭配整春联活动 在民众面前展现公所同仁的不同面向与活力 而区长也参与快闪计划 应景地扮起财神爷 发生连给现场的民众 要趁着这个吸睛的活动 公所也将政令宣导融入 让政令宣导变得更加活泼有趣 为了要迎接我们的新春过年的一个喜庆 那我们新北市三支气功所 那我们这一次来的一个创意 那主要创意做一个快闪的一个新春的活动 那主要今天 那由我们的同仁扮演小猪 那前提同仁动演 那在今天这个非常好的时间里面 那我们早上呢 在很多的民众来恰功的资议 那我们同仁在这边表演 那非常以名同乐 那今天的主要就是说 让大家体会到我们公部门 他不是一个冷冰冰 那也带来这个新春的喜庆 可以见到这间又唱又跳的佩佩珠 还有财神珠都是公所同仁扮演 早在几个礼拜前就利用下班时间 手工艺作道具以及舞蹈练习 这是希望达到快闪效果的目的 要让新强的民众惊喜万分 过年快到了我们七公所的机长 这个科长在这边刚好在这边表演 这快闪活动 还要写春年 这个很好 太好了 同时也在公所恰功的黎彰表 四十五千里的快闪节目的确相当吸睛 也让给人办公严肃气愤的工作 多了许多的热闹气息 而就在办公所后的公务人员 也带给民众额目一心的热情与活力 更加展现出公家机关的亲民与创意 之前邀平函三支采访报道